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没有抢他 没有抢他怎么会变装你的男朋友呢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 你别在这说 你闭嘴 这是我跟他自己的事情现在 就是 你敢抢我的男朋友怎么就不敢 面对这些东西呢 我跟你分手了 我们没有分手 分手了 你只是冷静 你没有跟我说分手 在公司里或者是 在我们平时出现的地方 所有认识的人都在背后只是点点 我真的没有办法认真的工作 没有办法去生活 我今天有勇气站到着 我就是想把整个事情 都说开了 说清楚了 我没有抢他 所以说完之后你误会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应该 你可能如果有错误的话 只有一点小错误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你的前任男友 现在在追悟 我怕他 我跟何静认识四年了 他的脾气 他的性格 我视了如直上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觉得何静他这个性格 但是他本性 没有什么太坏的信仰 所以你作为好朋友容忍他 对 你觉得何静真把你当朋友了 你觉得何静从来没有真正的 当我当朋友 你这样想我的 那我每次带你出去玩 给你吃东西 给你买东西 你怎么不说这些 哪一次不是你软磨硬泡 哪一次不是我买单 何静你总觉得你 拿钱可以买到所有的一切 那关键是我买到了 你接受了 你接受了 那我就是买到了 是不是别人都不愿意跟你出来 就只有他愿意去买 怎么可能 我身边朋友那么多 是吗 我为什么就只找你呢 难道我还不把你当朋友吗 我给谁买东西不好 我偏偏买给你 一买就是四年 我想说个例子 有一次他约我出去逛街 拿去摊上了一件衣服 很漂亮 然后就说 让你去试另一件吧 他出来之后呢 他说 多好看啊这件衣服 真的 他们都这么说 然后我听到他跟那个 小伙伴人说 小姐你给我打个折吧 你看那衣服 那么难看 我都让他买了 你是不是这衣服 得给我打个折扣啊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 我的感觉是他很聪明啊 他借这样的油头打折啊 是啊 可是他是给他那件衣服打折 你懂吗 不是给你这件衣服打折啊 那又一件 要打折是什么感受吗 哦 我想我的好朋友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是 对这个是何静 为了让我监视彭建松 送给我的包 你当时怎么接受呢 他让我去监视他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 我知道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不道德 然后 比你跟他在一起更不道德吗 然后 你注意你的颜色 你闭嘴 我不答应他 他就各种软膜硬泡 然后就把包拿给我 说真的 你看我特地给你买过来了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拎过这种这么贵的包包 然后他跟我的身份也不符合 我拿了这个包之后 我一次都没有拎出去过 那你就说你不收 我也帮你去看看彭炎 所以说我当时不应该买这个包 我今天拿到现场来就是要跟他说 你要还给他 对 这个包我是拿来还给他的 我们之间我帮他 纯粹是真的是 我拿他当朋友 我想帮他 你跟他 就应该成为朋友的一面镜子 就不管他高兴不高兴 他只要是错的 你就应该吃饮不惠地指出来 这才叫朋友 但是你却言听计从 所以说他今天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 有他母亲纵容的结果 也有你朋友纵容的结果 我认识到了 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包拿过来 是要还给他是吗 对 那你还给他 何静 这个包太贵重了 我不是因为 收你的礼物才去帮你 送你的东西才去帮你 我这四年来帮你做任何事情 那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对不起 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 不用说了 我送去的东西 我就从来不会要回来 你不喜欢你就扔了 何俊你 不要这么强势对吗 我也不要这样 我怎么我怎么样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们两个现在站在一起 我要我怎么样 你说 要我怎么样 可静我们没有对不起你 没有对不起我 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对不起我 其实我跟他在一起 他害了你 一想一想一想 四年一来 过年过节 你一个人 我看你那么可怜 我带你出去玩 让你开开心情地 抢我男朋友 是吗 这跟他没关系 这跟他没关系 你也闭嘴 你也闭嘴 你为什么分手啊 分手 何俊 这四年来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横什么呀 他不是衣服 他不是说你不想用了就可以扔掉 你想用了就拿回去 他不是一件衣服 那他也是我的男朋友 他跟谁在一起 我也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的 他对不起 何静 不管怎么样 我在这儿跟你道歉 没用 别跟我道歉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对不起你 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 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从来 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 没把你当真正的朋友 帮你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 你今天能这样 可是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不想听 但我们以后也没有必要做朋友 怎么敢再做你这样的朋友 怎么敢再找一个你这样的朋友 那我还谈不谈恋爱 我欣赴结婚了 我以后 拿新的人 拿住你的真诚去带这人 你才会换来真心 你懂吗 我应该说你 你还没什么事 你会想看 但是我以后